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青年科技 这一次LUEMY真我一共发布了三款新机 分别是Q3 Pro,Q3和Q3i 首先这两个就是刚刚发布的最大价位的产品 真我Q3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新机的实测表现吧 所以外观方面,这次我拿到Q3运营版的 这个配色性大家在真我ECA的产品上都能够看 不过这样的炫彩的后盖iT设计还是比较浓达 咕咕咕咕的效果还是有点实浅的形状的 从我上来说的话整理还挺适合 实测贴膜后的机身重量为191克 大家觉得这个后盖外观设计能够大起分呢 因为它机身其他方面首先是侧面指纹 实体指纹识别的优点就是速度快 而且可以运行结束 卡托支持同时插入两张产品 其实还是比较良心的 一般厂商要么就取消了点比较的全准过程 要么的话就只能三选后 今天必须的话这是USB太不这一借口 极为先进的三点 屏幕上的话真我Q3采用了一块6.5mm的LCE 并且支持120Hz的高射性率 左上角前置挖孔 左上置在一张K5 左上角是不是因为LCD的原因 这个屏幕看起来还挺长的 它因为180Hz的采样率 T3的色域 最高激发亮度达到了600nm 在现在方面 它真有素材采用的高峰骁龙750技术理器 安度的高分达到了41.5万分左右 这样的处理性基本上就是1.5万分左右 实测王导龙要平均增入稳定在58.6% 实测王导龙的平均增入在39.4% 对于这个价位上的手机来说 能够有品流畅的密信网游就挺不错的 整体稳定性来说的话 消费器的游戏还是平均1.8%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价位端我听到又不说的最多的 不是要什么超越的信息 而是要一个大电池的程序 这次正我Q3采用了一块5000毫升的电池 并且配备750G这一块低功耗的信念 那么它的续航到底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现在我们测试了一下 日常使用价格和服务游戏的一场游戏 首先阅读资讯 1小时耗电4 微博1小时耗电5.7 刷抖音1小时耗电9 王者荣耀1小时耗电5.14 吃鸡和冰鸡1小时耗电5.15 5小时的重速使用剩余电量51% 这个续航机可以说是非常需求的 除了续航牛之外 30瓦的充电速度也不错 实测从1%开始充电 耗时64分钟就可以充满这一块5000毫升的大电池 它的最快功率占27瓦左右 前15分钟的话是保持了一块最佳值的功率 好的 这个总结一下真我Q3就是一款配置合理 续航构底 并且价格更够夸张的优续签计机器 喜欢续航墙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 另外再说些题外话 通过几年的市场积累 无数都留得到 我没有比真我这个品牌定位和产品功能 真我从来就没有厚度和消购 甚至于一场游戏 斯大斯的配置 再加上游戏会时尚构潮的外观 最后再来是25分钟的定价 这是我认为他们在全球推出产品的一贯策略 相比之下2021年了 还有一些游戏 小明明的卖着一些高价的EK的智商店 某品牌某几个款的配置 比较至少500元以上 这就是明百的选截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我Q系列的定价 整个比较多实战 这也让我更加是100的支持 像我这样的舞台是多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星期天课就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